之前有一個小孩子叫做聖雲 他差不多才10多歲 他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小孩 因為他從小就是有在念佛 真的是從小的那一種 因為他媽媽把他生下來的時候 就是念佛 把念佛當作搖籃曲 念給他聽的 所以一歲的時候 其實他就是開始念佛 但是聖雲這小菩薩 念佛也念不準 最早的時候 他只念阿佛 阿佛兩個字而已 畢竟他很小嘛 南無阿彌陀佛六個字 剛開始他只會念了兩個字 那稍微長大的時候 他也是一直在洞中念佛 就是玩玩去看電視的時候 這個過程當中 念佛的 小孩子念佛就是這樣 他也不可能像大人一樣 你要給他靜靜下來念佛的 但是我們也不要以為說 這樣子念佛就沒有效 因為阿彌陀佛 她畢竟是慈悲的 只要你可以念佛 你不管怎麼念 通通都管用 像這位聖雲小妹妹這樣子念佛 結果她在3歲的時候 就夢到阿彌陀佛了 她醒過來的時候 就跟媽媽說 夢到阿彌陀佛 就帶她去玩 那她也講 當時看到阿彌陀佛 跟阿彌陀佛的背後 有一大堆的菩薩 就是一直陪她在玩遊戲 阿彌陀佛就跟她講 那妳要什麼 我都可以給妳 她覺得小孩子就很天真啊 就跟阿彌陀佛要求很多很多的玩具 但是阿彌陀佛 她不但沒有嫌棄 還笑笑 就這樣子摸著她的頭 她還說 看到極樂世界的小鳥 全部都是會念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阿彌陀佛的 妳看到 念佛就有蓮花出現 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 她就有再念佛多一點了 因為本來小孩子 愛玩 少念佛 有念啦 但是少念 但自從夢見阿彌陀佛以後 就開始多念一點了 那講到這裡 就想到 有些父母 其實他很擔心 自己的孩子太早念佛 很不好 其實當父母的人 也都不能說 陪孩子一輩子的嘛 是不是? 父母能夠陪這個孩子一輩子嗎? 不行的嘛 你不要講一輩子啊 等孩子長大2、30歲以後 見面的次數也會慢慢的變得很少了 所以最好就是讓阿彌陀佛陪著孩子的生命 這樣是最有安全感 是最好的 為什麼這麼講? 因為 這位聖女小妹妹就是這樣 在她8歲的時候 有一次 她自己過馬路 結果沒有想到 突然被一輛這個貨車給撞到 聖女就這樣子被撞 滾到旁邊 哇 我們聽到的時候 就覺得說 這肯定完蛋了 才8歲的小妹妹被車撞到 那不就是完了嗎? 但是聖女小妹妹竟然她一點受傷 流血都沒有 而且更不可思議的是 小妹妹說 當她被撞到的時候 她其實有看到阿彌陀佛用手牽著她 放光地攝取她 讓她感到溫暖 讓她感到柔軟 所以才會沒事的 要不然也解釋不了為什麼被貨車撞到也沒事 而且不只一次 在隔年9歲的時候 有一次 媽媽用摩托車載她出去 也是不小心被車撞到 所以 這位小妹妹的命 說實在的 也不是很順的 都是有這種被車撞到的命 它連續兩次了 但是 這第二次被撞到的一瞬間 聖女人說 阿彌陀佛就帶著一堆菩薩出現 在地上抱住她 不至於說讓她受傷 所以各位看看 阿彌陀佛真的是慈悲到不可思議 那小孩子能夠說出來的事情 也不可能是編造的 他也真的被撞了兩次 還是沒事 確實事情就是這樣 是佛力加持互念的 雖有些人還嫌棄念佛的功德不夠 那其實 這個就奇怪了 因為 有這樣種種的殊勝利益 怎麼還會不夠呢? 我每次聽到這樣子的問題 就會感到很奇怪 可能不只我有問號 連我後面這句阿彌陀佛也有問號 可能連觀音甚至文殊菩薩也有問號 因為 佛菩薩可能就想了 我們所有諸佛菩薩都當你念佛人的兄弟 護法 難道還不夠嗎? 如果說這個還不夠的話 請問還有什麼是夠的? 無數諸佛菩薩都互念不夠 難道普通的一兩個就夠了嗎? 你看 佛說的啊 我們念佛人 有諸佛菩薩的互念 這個數量有多少呢? 佛說 這個數量非常的多 多到不是算數 可以算得出來的 只能無量就一直去講 一直去講而已 你看 就等於是無量無邊啦 所以不是說其他法門不好 其他法門都是佛法 都是很好的 但是 唯有念佛才是真正最不可思議 因為念佛可以得到無量無邊諸佛菩薩的互念 你就念這句南無阿彌陀佛 就可以得到無量無邊諸佛菩薩的互念 所以你怎麼能夠把這個無量無邊諸佛菩薩互念的念佛功德 看得比其他還要好呢? 少大師就說 自於眾行 雖明是善 若比念佛者 全非比較也 就是說 其他佛法都很好 都是善法 但是念佛最好這樣子才對 這並不是貶低其他的法門 只是在歸一 歸命阿彌陀佛來說 確實沒有比念佛更加殊勝的了 畢竟要得到阿彌陀佛願意的利益 真的 就只有念佛最相應 那這個 就不得不感恩阿彌陀佛 給我們成就這麼好的願力 講得更白話的話 感恩阿彌陀佛給我們這麼好的服務 世界人說的 這真的是天上掉下來的餡餅 各位 因為如果說 我們舉一個世間例子 我們今天去旅店 去餐廳 你要人家服務我們 我們是要給錢的 對不對? 如果你沒有錢 誰會理我們呢? 但是既然在 阿彌陀佛沒有跟我們要一分錢 沒有說要我們苦行苦修 阿彌陀佛只是要我們動動嘴巴念佛而已 就是這樣 每天念這句 南無阿彌陀佛就行了 這些諸佛菩薩 自然會成為我們的護法 會成為照顧我們的兄弟 所以能夠說這個念佛不好嗎? 那真的是太好啦! 我們這一輩子最幸福的 可以說就是遇到這句南無阿彌陀佛了 因為這是這個世界所沒有的東西 南無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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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靠阿彌陀佛願力 人人念佛 人人往生 人人成佛 善道大師 所開創的净土宗 是中國佛教八大宗派成 影響最為廣大 持久深远的宗派 至今已如海纳百川 成为各宗共同的归宿